这个资料给下载 所以要特别注意 就是一个回圈 一个逻辑判断 然后分别是增加两个变数 其实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所以其以后很多地方 都可以利用类似的方式 像刚刚这个地方 R 的话这个就可以把它删掉 and 空的 这就多余的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 I 的部分就是 for 回圈 然后去完成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 R 的部分的话 当这个里面空的 那我就等于 1 反之就是向下追踪加 1 然后把这个 R 的都放在 这个变数就放在这里 也就是产生两个变数 解决两件事情 一个是回圈 一个是逻辑判断 OK 这些我想以前我们都有教过 所以以后的话其实程式 大体上用最多也是不外乌 重复做的就回圈 比如说 59 页 对,那就 1到 59 把它放在那个 index page 后面 然后呢,向下追踪 那也许我们多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判断如果当这个等于空的 那就第一次 反之就是一直向下追踪 这样的话呢,做完之后 那就可以什么?很快的帮我把所有的资料呢 通通下载下来啦 这边名称多耶 对,改变2 OK 好,那就把这个全部把它下载下来 但如果这个地方 请各位也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这一题 假如做个变化 我们现在是全部呢 通通放在一个卡通项下 全部都放在一个这个工作表里面 那如果说,我想要换喔 可以思考一下 我希望第一页 就帮我把它放在这边 就增加一个1 然后如果2的话 就add一个new new一个什么呢? 新的工作表 然后就放2 然后再new一个 add一个新的 所以前面有讲过嘛 一个shits.add 然后呢 add当然了 aftershit.com 对吧? 然后shit.com的名称 就是i的词就好了 有没有? 然后就是把它放进去 只要有下载 就下载到另外一个工作 再这样的话 就有1到59个工作表 可不可以? 可以啊 ok 所以这个也许原成练习题 回去可以查查看 应该是要怎么写吧 知道啦 知道跟做出来 有时候反正有一段距离 其实这就是你们需要去努力的 我觉得这东西其实 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才叫专业 对吧 不然的话 你会发现这些 很多公司的MIS 或IT人员 他每天都在干嘛 对 对 对 这种都很大部分 有一部分的人 也许都是装忙 对 所以有些时候 他老板不太知道 到底你在忙什么 因为老板可能专业也不在那里 也许老板是业务嘛 业务怎么会知道说 写成诗的人到底在做什么 对 所以很多老板 之后自己要来学 如果不学 不学的话 怎么知道说 到底那些人在干嘛 对 每天我都呼啰你 你根本也不知道 对 而且这里面的话 我觉得 那个专业的含量还蛮高的 如果知道跟不知道的结果 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有的时候我知道 一针见血 对 直接你就 就不敢 对 你 你 根本我都知道你在干嘛 对 你就 就是讲明的就好了 你就不要在那边 跟我那个装神弄鬼的 每天好像 对 实际上是没有困难的 但是 如果你现在不知道 你也没办法去要求他 你明明就知道说 他其实 根本没什么 没做什么事 那当然你也不知道 怎么去 去跟他 要求他做什么 所以这也是很多老板 或者很多PM的事情 因为很多 现在说 以前我们那年代PM 是一定会懂程式的 才会当PM 我发现现在很多PM 是完全不会写程式 他也当PM 那他怎么去管底下工程师 你自己都不会了 你要怎么去 去 要求他 什么时间 schedule 做出什么应该要的事情 对 他就不知道 所以PM自己要先学 甚至PM不会 如果工程师来不及的话 你可能自己要跳出来写 所以你还要教他一下 对 那当然 气氛就很融洽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 后面还有几个 可能要慢慢完成的 首先第一个问题 也不困难 就是什么 底下呢 会有每一列 这个东西都一样的话 有没有 底下这边又一个一样 第二页一样 第三页又一样 所以呢 我要第一个 待会的话 我就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删除掉 如果我要突发炼钢的话 那也是很花时间的 对 所以如何把这个快速删除 那基本上的话 我建议如果说 你们要删除列的话 那记得一定要反向删除 那反向删除的话 就是 记得由 什么 由这个最下面的 Ctrl向下 5 3 2 2 7 有没有 一直往上找 找什么呢 如果 他的A栏里面 如果他的A栏 这个一直往上找 A栏里面 假如说 我的条件上 如果他A栏里面的 储存格文字 就是两个字 日期的话 再确定一下 这日期 前后有没有空白 如果没有空白 因为有些人 陈氏就自动给你多个空白 那你这边一定要包含那种空白 或者是 查询条件 就两个字 如果等于日期的话 如果 那我就把G列 给删除掉 其实 这个部分的做 需求还蛮多的 只要是 同样的 同样的道理 以后如果说 你想要把 你的工作表里面 它可能出现哪个关键字 就把那一列给删掉的话 那写法是一样的 程式只有五行 第一行的话 For I 等于 我建议是反向 反向就是最下面那一列 到哪一列呢 其实不用到第一列 因为第一列这个一定要留下来 到第二列就可以了 For I 等于最下面一列到第二列 如果A栏 所以 For I 里面 If A栏里面的字 是日期两个字的话 那就帮我把那一列给删掉 五行成四 那怎么写呢 基本上呢 第一个的话 我们先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 删除列 OK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删除日期列 Enter一下 里面写什么呢 第一个 写个回圈 For I 等于Range 最下面一列 这前面 刚才写过 到第二列 记得后面一定要加一个step-1 为什么 因为越来越少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的话 它只有跑一次 就离开了 因为预设是step-1 那一定要-1 就是从最下面一列 然后-1-1-1 一直往上找 那如果什么呢 它的Sales ID的A栏 等于日期的话 那就帮我把什么 把那一列的 那个列 帮我把它删掉 就是Rose 那一列 点Delete 就OK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Ctrl向下 直接向 我们来看 实行一下 那它一定往上找到 找到这一列 5279 我们看一下 这承受OK了 基本上 写完之后的话 我这边设个中断点 跑一下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一直找 找到了 在哪里 5279 有没有 就这一列 找到之后的话呢 就帮我把它Delete掉 按F8 你会发现 5279这一列 目前还有的 那如果Delete的话 这边按F8 OK 这一列就不见了 那再来的话 它又继续往上找 找到之后 找到哪一列呢 5188 在这里 在这里 有没有 那再来的话 它就把这一列给删掉 不见了 然后又找到什么 5097 所以往上找 所以一直找 反正就找到 509 在这里 又把这一列给删 删到第二列 没了 OK 就结束了 应该可以知道我在写什么 这个其实非常简单 以后你可以拿这个去做很多的用途 只要类似的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全部把它删光光 OK 瞬间完成 这行蛮万用的 再来的话 需要做什么 再来的话 我希望可以把 第 先把这个复制过去 然后再删 再来就是删两列 怎么洗二 比较简单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刚刚日息的部分先删除 我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